在安装玻璃之前,承建商除了要先清洗外墙和窗台顶部的泥泻杂物之外,塑料窗和搭棚的承包商要互相配合,避免用来拉棚的竹枝影响了玻璃的安装。 没错,在安装玻璃之前,先要把每个窗锁的把手装好,同样还要把所有的螺丝收紧。 把装玻璃的位置清理干净之后,就可以根据施工章程装上足够的setting block,再检查清楚玻璃线,也就是glazing bit,上面的防水胶条是否安装稳固。 就可以将玻璃坐稳在setting block上面了,然后小心拍上四边玻璃线,不过力度要均匀呢。 最后就可以在塑料窗面上打上适当的玻璃胶了。 而打胶呢,应该要整齐平滑畅顺,无孔,无断口,以及不会起泡。 而玻璃线就应该要长度正确,无骨企,45度夹角紧密,要平整,那才算达到标准呢。 完成了玻璃的安装之后呢,就要进行试水测试了。 而测试一般都会由高楼层开始做起。 承建商和塑料窗承包商要和各行业配合。 以确保在试水过程中不影响其他工程,并确定所有的窗都已经关好,以免试水的时候弄湿了已经完成的室内装修。 你知道那就最好了,接下来塑料窗承包商就要重新检验整扇塑料窗,确定打胶已经做妥,无爆裂。 窗锁能够将窗叶锁紧在窗框上面,以及窗边胶条已经安装正确,而且又没有松脱离缝的现象。 总之呢,一边做一边就唱,树立最佳标准楼房高质量。 另外,试水的水管一定要接好,因为水管松脱会导致淹水,到时候损坏了装修,那可真的麻烦了。 而试水的时候,塑料窗承包商就必须提供足够的人手,一般每组最少要有两个人。 由每扇窗的底部开始,一直向上测试。 而固定窗,特别是在通天位,最好在拆棚之前就要做好试水了。 承建商,承包商和工程师都一定要派代表到场验证。 如果发现漏水的话,承建商和塑料窗承包商就要清除漏水的原因,再确定修补的方法。 即时做好正确的记录,而修补工作呢,一定要由经验丰富的工友来负责。 装完以后,还要试水合格,那才行。 在承建商将单位交给工程师和业主之前,还一定要遵照工程师批准的方法,将所有的窗户和玻璃等等部分再重新清洁一次。 最后呢,就是维修和保养了。 要做到每天都要查遍所有的窗是不是已经关好了,尤其是在刮风的季节。 这一点我做得到。 塑料窗承包商要和承建商配合,立出塑料窗的一般维修保养事项。 例如不可以在窗上晒衣服啊和钻孔啊。 塑料窗和窗扇称,要定时清洁等等,以方便管理处制定维修和保养的小册子给业主。 没错,如果工地上的每个工友都可以尽力做好上面我和国强所讲的每一个工序的话,那就已经达到优质工序的目的了。 知道吗,国强? 知道了,丙叔。 知道了,丙叔。